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介绍的是连接查询中的等值查询和非等值查询 上节课我们是介绍了迪卡尔基 比方说我们从两张表中联合查询数据查询的结果就是 两张表的迪卡尔基是一张新的表 像这种从多表中查询的数据我们就把它叫做连接查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比方说第一行记录 史密斯先生职位是Clarke职员 他的领导是7902 Heraldate雇佣日期是1980年12月17日 薪水是800,没有奖金 部门编号是20 这是EMP表中的记录 紧接着他连接的第二张表的记录是 部门编号10是Accounting部门 地址在6约 这条记录呢,虽然也是两张表中连接而成的记录 但是你会发现这条记录貌似不太符合我们的需要 比方说你看 史密斯是DPT Lumber 但是连接上的又是DPT Lumber等于10的这条记录 如果我们现在要查询的是雇员的所有雇员的信息 以及他们对应的部门的详细信息的话 我们该怎么写这个CCO语句呢? 看样子只能用well条件限定了 其中EMP的DPT Lumber要等于等价于DPT表的DPT Lumber 好的,我们现在加上了一个well子句的筛选条件 在搜索每一条记录的时候 必须是第一张表的DPT Lumber 等价于第二张表的DPT Lumber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诶,史密斯到这里来了 自己排了下去 史密斯先生呢 他是20 然后他连接的也是20 这条记录是research研发部门 OK,当我们加上了一个等值条件 等值的well条件 就相当于从原来的迪卡尔基中筛选出了 符合我要求的那些记录 我的要求就是 我要查询所有EMP表中的雇员 以及他们对应的部门的详细信息 好的 这种多表 这种EMP表和DPT表中 联合查询数据 我们就把它叫做连接查询 那么 加上一个等值条件的连接查询 就是 等值 连接 等值连接 请特别注意 那如果说我的well子句的条件 没有出现等号 比方说是大于 或者是 不等于 只要不是等值的 这种连接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 非等值连接 你现在发现没有出来的全都是不匹配的记录 全都是不匹配的记录 OK 这个就是连接查询中的 等值连接和 非等值连接 好的 我们本次课到这里结束 下次课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平方向